一個偉人能夠成就 一方面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能力要夠 但是有人又一說 跟風水也有一些關聯性 蔣介石在當年為他媽媽挑了個祖坟 後來等到蔣委國晚年的時候 他找了香港一個風水師 跑去看了他老家的這個祖坟 發現祖坟有些問題 所以蔣家才會沒落 上回我講蔣介石 找特工隊去刨了毛澤東 那蔣介石他老人家自己的祖坟怎麼樣呢 話說他年輕的時候他爸爸就死了 那那個時候蔣介石很窮 所以他爸爸的坟人隨便葬葬 但後來在1913年他當了 上海軍團長那不一樣的 上海軍團長有錢有勢了吧 有權有地位了吧 所以這時候他就把他爸爸的祖坟 就改到了哪呢 改到了浙江省鳳化縣西口鎮 北邊一公里處 有個桃坑山 那當時是把他爸爸跟 爸爸的兩位前夫 就前妻 一個徐氏 還有孫氏 這時候蔣介石的媽媽 不是這兩位前妻 他蔣介石媽媽叫王彩玉 是他爸爸的第三房 那後來呢 他媽媽在1921年的時候要下葬 也就是距離他當上海軍團長 已經事隔了八年左右了 那這時候蔣介石 他是貴為上海軍團長 他當然要找什麼 厲害的風水師替他媽媽王彩玉 一定要風水保地 找個龍穴嘛 對啊 那結果呢 他就從上海找了一個 從湖北來的風水師 很有名喔 那這個湖北風水師呢 就替他循循祕祕祕 找到了一樣 在溪口鎮一樣是北邊 只是這回不是一公里 是兩公里處 有個白岩山 白岩山這邊呢 各位 你曉得嗎 白岩山那邊啊 他整個山的地形 看起來像 彌勒佛 彌勒佛的 那地形不錯啦 地形像彌勒佛 我想這就已經是一個龍穴不會錯了 對 但還有更巧合的 就蔣介石的媽媽 王彩玉夫人呢 她剛好 常年在白岩山上有一個雪豆寺 在那裡參拜彌勒佛 那媽媽就這麼 跟彌勒佛這麼有緣 現在又能夠葬在彌勒佛的地形裡頭 那還得了啊 好 那結尾的這塊地呢 滿意 可是問題是 這個湖北風水師就問了 蔣介石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他說 你要我幫你找了這個龍穴 你的目的為何啊 你是想要泉 還是要讀書 還是要富 還是要跪 結果蔣介石聽了 說什麼 術發 術發 結果這個湖北風水師一聽 哇 我講的你都不要 你只要術發 他又提醒他囉 可是冰櫃在神樹 但風水要是術發的話 會術敗耶 是這樣子喔 對啊 軍團長你確定要嗎 蔣介石聽了之後 術發 他還是要術發 堅持術發 所以才挑了這個所謂的 彌勒佛這個白岩山的這塊龍穴 但是呢 挑了這塊龍穴 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 王彩玉夫人的墓不能大 它必須小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龍穴 它剛好就在白岩山這塊 彌勒佛山形裡頭的 肚臍的位子 你一直說是在彌勒佛的肚臍 你知道為什麼它 湖北風水是偏要敲在肚臍的位子嗎 肚臍在這裡嗎 肚臍讓你想到 小孩子跟母親在懷孕的時候 那個什麼 期待嘛 變成就是把他媽媽死後 對蔣介石的屁印 透過期待 肚臍眼這邊 源源不絕地把能量灌頂在蔣介石身上 這叫術發囉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 來 蔣介石 母親 王彩玉夫人的墓 你看看 立剛 這個照片 右邊 這就是蔣介石 對 左邊你想看看是誰嗎 小孩子 蔣經國 蔣偉國 是蔣偉國小時候 他曾經帶蔣偉國去 當然那時候是還沒轉進來台灣之前 你看這個墓 觀眾朋友 這 這不就真的是按照 湖北風神是所交代的肚臍眼嗎 對 我跟你講啊 風神是有特別交代蔣介石 你不能做大 做大就不是肚臍眼 做大變成你在彌勒佛的肚子開了一個洞啊 那適得其反 好 我剛剛講了 蔣介石說要 速發 速發 講了兩遍 果然 1921年 王彩玉夫人逝世之後 沒隔多久 蔣介石 大概我記得是1926年 就當上了 北發軍的軍團長 你說是不是速發 真的是速發 北發軍總司令不簡單 那個時候跟軍閥對抗 你象徵南英國民政府 最大的就是你了 對不對 後來洋洋傻傻 黨政軍 一人獨攬 蔣介石一尖挑 長達20年 不過我們曉得後來 還真的是速敗 你看 毛澤東這個主力部隊 一直把你趕趕趕趕趕到台灣來 後來在台灣你想要反攻大陸 也反不了了 這個夢也沒有辦法成真 1991年 他就派了我剛剛 在照片中 曾經去看過阿嬤木的蔣偉國 你去查一下怎麼回事啊 偉國 把爸爸就交代他 好啦 蔣偉國也不能去大陸 就找了一個香港風水師 香港風水師 一去一看 發現 當初挑這塊木 真的是挑對了 沒有錯 那個湖北風水師 沒有亂說話 沒有亂挑 因為呢 他發現 來 蔣母之木 我忘了講一個 這四個字是孫中山提的喔 賜給蔣介石的喔 這個木往下看 剛好有村子 這邊是矮樹 而這些村落啊 他們煮飯會有什麼 炊菸 早餐 中餐晚餐 早中晚 彷彿山柱香 早蔥晚 按時向蔣母祭拜 也就是說早中晚的時候 都因為有炊菸鳥鳥的關係 看起來像那山柱香一樣 彌勒佛的山形 加上渡齊眼灌柱屁印 加上有人對你祭拜 多棒 可是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 那風水很棒啊 那個年代都是小樹 但香港風水師 後來回去 1991年去看 發現不對 小樹變什麼 長大了 喔 你是說樹把那些房子 都給蓋住了 樹長得比那些村落發展得還快 就蓋住了那些村落 對蔣母之木的祭拜了 因此 還有文革時期 也把木破壞了很多 文革也把樹 因此 才真的是應驗了 湖北風水師所說的 速發 但是後來速敗 速發 變成了速敗 跟木有絕對的關聯性嗎 但是在當時 因為風水上呢 挑了這個木 這個木 真的是讓蔣介石速發呢 但是蔣介石 他信的是基督教 他迷不迷信呢 有黑木之說 還有呢 死亡之也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 立剛 我跟你講 在官邸裡面 你知道我們舊的電視對不對 不是常常會 我們小時候都有一個經驗 太陽一照進來 那個 類比電視有沒有 那個螢幕會反光 螢幕會反光 會反光 然後就刺著眼睛 不舒服對不對 所以說 蔣介石這個時候就說 這個想辦法 不看的時候 用塊布給我遮起來 這樣子 好 這很簡單的命令對不對 那侍從就 找專屬裁縫師來 說要弄塊布 也不能弄隨隨便便的布 對不對 你就找塊布來 平時沒有看的時候 把它照上 不要刺到老人家的眼睛不舒服 好 你知道 這御用裁縫師 你知道他竟然去搞了一塊 什麼顏色的布嗎 什麼顏色 黑色的 黑布 黑布 黑布就一照 也沒想到這麼多 可是黑布就可以擋光線 結果我跟你講 黑色的長 也不會太亮 也不會吃眼 擋光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問題一照下去 事從還來不及發現 就被蔣介石看見了 一看見 這個房子裡面哪有黑色的 你給我弄塊黑布來 大發雷霆 就說 這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一塊黑布在這邊 這是誰的主意 趕快跟我說 嚇死了你知道嗎 他事從 趕快把它拿下來說 原來其實 蔣介石對黑色 非常忌諱 他很討厭 整個觀點裡面 不會有黑色的擺設 或陳色 所以說 我跟你講 絕對不能夠用黑色 這就是蔣中正他自己本身 對於這種顏色的 一方面說是迷信 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他的執著 再來民間有個說法 就是說 蔣介石有什麼你知道嗎 死亡之眼 我跟你講這民間傳說 怎麼說叫死亡之眼 就是說我跟你講 你知道馬英九有死亡之握 對不對 那個球星被他一握了 絕對打打不出去 對不對 然後唱片歌手被他一握了 好唱片就不賣了對不對 蔣介石有死亡之眼 凡是被他看過的 很可能沒有幾天 就會駕鶴犀歸 好我們看這一位 空軍總司令退休的陳家上 退休之後還不錯 官運亨通喔 馬上派駐約旦大使 不錯吧對不對 不錯 不過他在大使任內的時候 因為生了一場重病 回到台灣來就醫 出來容總 你知道嗎 領袖要來看他 要來探視他 陳家上 他當初就有聽過說 被領袖看過 恐怕不太好 你知道嗎 真的嗎 躺在病床上 也不能拒絕對不對 也不能說 你不要來 不行領袖要到了 領袖要到了對不對 對啊 撐著病體 然後謝謝領袖 來看我這樣子 關照樣 好好照顧他 用最好的藥對不對 立剛你知道嗎 沒有幾天 陳家上就 就 真的假喝戲歸了 你相信 你的意思就是說 那死亡之眼看了他以後 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當然 可能他本身自己就重病對不對 可是 就這麼巧 他看了沒幾天 他就真的過世了 你信是不信 好 半信半疑 我跟你講 講到這個 那蔣中正自己本身的健康 跟風水有沒有關係呢 好 你還記得嗎 他不是在陽明山 出了個車禍對不對 車禍 對 出了車禍之後 身體就非常不好了對不對 好 那我可以跟你講 其實蔣中正 他以前是住在哪裡 住在士林關底 對不對 他其實以前 後來有一個中心賓館 大家記不記得 避暑的時候 到上面去避暑用的 到上面避暑身地 那你說 他為什麼身體會越來越不好呢 因為 我可以告訴你 他當初來台灣 很不適應 什麼 台灣的海島氣候 關底人的濕 潮濕又悶熱 太潮濕了 熱 不但熱又濕 對 那他自己講 發生那場陽明山車禍 讓他減受20年 那關底人就有講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風水出了問題 什麼叫風水出了問題 士林的關底風水沒有問題 那哪裡出了問題 我剛才講的 因為 天氣真的 海島型氣候 它不適合 你知道嗎 所以他喜歡去哪裡 去陽明山避暑 每年六月 他就上陽明山 到了十月 國慶日之後 開始涼了對不對 就下來 所以民國五十九年 開始蓋中興賓館 這在陽明山 這在蓋陽明山 那蓋這個中興賓館的時候 我跟你講 蔣介石身體就接二連三 出問題 車禍就是在蓋中興賓館的時候 發生的 讓他減受20年 那我們就看中興賓館 到底有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他面對的就是七星三 他背對的是台北市 但是總統車隊每次經過的時候 都會經過一個四塊星星 地上有四塊星星的地方 你說什麼叫四塊星星 四塊星星就是我們上個禮拜提到的 他的愛將湖中南的墓地啊 湖中南後來做到四星上將 可是他每次要進到 中興賓館的時候 都會經過湖中南將軍 你說車隊經過的時候 會經過湖中南將軍的墓旁邊 而且你眼睛會先看到四顆星星 修剪成的草坪在地上 非常醒目 雖然非常漂亮 可是在風水上 人家就講 你車隊經過他的墓地 再到賓館對不對 你等於是陽宅 就對著陰宅了 對不對 因為你每次一進到 中興賓館 要先經過這個墓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宅 在風水上 非常非常不吉利 所以蔣介石的身體 越來越差 後來蔣介石 就在晚年的時候 再也不上中興賓館去住了 立剛 要不要相信這個呢 我看 我們還是孤忘信之吧 賓館的風水會有關聯性 對於蔣介石到了晚年的時候 身體狀況並不好 可是國家的運勢跟零首 當然有絕對的關聯性 可是蔣介石他信的是什麼呢 信的是基督教 他用什麼來占卜 用聖經 聖經可以占卜國運 立剛你看這個是什麼 這是老蔣日記 首次曝光之後 他自己親自手寫的聖經 他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他每個禮拜還要做禮拜 但寫聖經沒什麼 只要虔誠基督徒可能很多人都會寫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他拿這個 自己手寫的這個聖經 拿來占卜 就非常奇怪了吧 你說用聖經占卜 可是占卜怎麼會用聖經呢 是啊 再來講占卜 你去求籤 你去問卦 怎麼會來用聖經呢 其實不是喔 老蔣真的有這種興趣 他就是每一次有這種 他猶豫不決 有一些大問題需要解決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 像1949年10月10號這一天 1949年民國38年 我們知道大陸情況已經非常危急了 10月10號這一天 他早上凌晨4點就起來 他為什麼要那麼早起來 因為他根本睡不著 因為當時整個 你要知道共軍已經渡江了 貴州 湖南那邊 戰事都非常不順利 然後共軍已經衝到福建這邊來 那時候老蔣還在定海 而且那時候國民黨已經快倒了 可能連中華民國都會不存在了 當時他真的憂心衝衝 整個大局看起來就是 完全沒有再重新起來的機會 所以老蔣那時候就 心裡頭很猶豫不決 到底該怎麼辦了 到底該怎麼做 他想不出來 他突然想到 既然我這麼相信上帝 那我相信上帝一定會給我指示 所以他就想說用聖經來占卜 那怎麼占卜呢 用聖經 其實占卜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拿一本聖經過來 你就對他導住 然後你眼睛閉起來 手就隨便翻開來 翻開來就手一指 你只要指到那一行是什麼字 那就表示上帝要告訴你什麼話 他要提醒你到底應該怎麼做 老蔣就這麼做了 結果呢 結果他一直指到 很奇妙他指到這個 聖經新約使徒行傳 第九章第41節 他裡頭講 彼得伸手扶他起來 叫眾聖徒和寡婦進去 把多加活活的交給他們 這什麼意思 老蔣那時候馬上想到 這不是代表彼得讓多加起死回生嗎 那起死回生意思 我現在局勢不是已經快要死了嗎 那是不是我會回生呢 意思說就會有轉換的空間了 我的中華民國是不是會復興呢 所以老蔣一想到這一點之後 他太高興了 馬上又下來助導 感謝上帝 你把這個復興中華民族的這個任務 交給忠祥子民借十隻手 我一定要好好來做這件事 然後他心裡頭就非常非常高興了 非常高興然後馬上去巡視前線 在浙江定海前線 結果去巡視的時候 反而情況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這樣那些兵都餓了面黃雞 沒飯吃啊 醫藥也沒有 彈藥也沒有 全部都沒有 然後士氣非常非常低落 然後一下又有人跑來 因為那時候國民黨已經兵敗如山倒了 然後又有人跑來 報告校長廣州淪陷了 淪陷了 然後另外又有人 誠誠就跟他講說 現在這定海是邊 恐怕是守不住了 因為大家士氣非常非常差 然後再來又有人講說 報告校長 康恩柏 從下門那邊撤退 好像已經上軍艦跑掉了 康恩柏都落跑了 叛逃了 對 他聽到這些消息 天啊 你想想看他心情怎麼會好 他想說我是不是搞錯了 那是對啊 聖經不是要他復興了嗎 怎麼變叛逃了 不是要我起死回生嗎 怎麼都要垮了 對啊 這根本就看起來 就是沒救的一個情況 是啊 然後更慘的是兩個禮拜之後 10月24號發生什麼事情 古寧頭大戰 共軍直接登陸金門了 從古寧頭那邊登陸金門 要準備要把金門吃下來 你要知道開戰前 共軍是覺得自己贏定了 因為國民黨那時候兵敗如山倒 一路垮過來 對 那國軍也認為自己守不住 包括老蔣自己都認為自己守不住 結果沒想要打了三天到10月27號 陳誠打電話說 報告 古寧頭我們打贏了 我們已經把登岸的共軍全部殲滅了 然後剩下全部俘虜了 你知道老蔣當然聽到這個消息 不敢相信 他覺得你是不是在唬我 你們知道我們已經完蛋了故意唬我 因為在那個時候 有些叛逃的將軍他們會謊暴劇情 所以老蔣不相信 特地派蔣經國去 到現場去給我看 看金門到底是不是 像陳誠講的這麼回事 結果去報告 確實是這樣子 古寧頭我們真的打贏了 你知道老蔣經國當場流淚 然後說 這一戰勝了 我們終於復興有望 所以你知道 他就覺得 就在一個非常奇妙的情況下 他本來有些占卜是完全錯誤 結果沒想到到最後這個占卜 好像冥冥中真有天意 讓他真的占卜到 原來他就是可以起死回生 那這個還不夠玄 其實更玄的是什麼 蔣介石年輕的時候 很小很小的時候 其實有算命師跟他說 說什麼 你這一生 其實陽壽就到63歲為止 63 對 可是他實際上不只活了63 他不只 他其實活到80幾歲 對啊 那其實 你要知道 更有趣的就是 我們剛剛講 10月27號古寧頭大節對不對 對 那10月31號是什麼日子 10月31號不是這個蔣公呢 生日嗎 那一年他剛好 1949年他剛好滿63歲 對 所以呢 他63歲他過了 他沒事啊 對啊 這麼巧 是不是表示算命師說得不準呢 其實後來蔣介石自己做了一個解釋 其實63歲那個算命師算得沒有錯 我人生在這一中有一個大節 在63歲有一個大節 可是這一節我安然度過 因為上帝保佑我度過我起死回生了 所以我將來一定可以匹吉太來 我可以繼續領導中華民國 所以到底是真的來講 還是剛好只是巧合呢 就看大家怎麼去解讀他 蔣介石他有明信嗎 他用聖經來占卜國運 但是呢 在許多的形式作風上面呢 你看到他呢 並不會很明信喔 可是呢 有一點你注意 他用人 他用的人的名字 好像又有些關聯性了 對 我跟你講 林哥你看 這個是什麼 這當年的太康艦對不對 對 當時叫做蔣介石先生的 海上空軍一號耶 那當時他的艦長就是黎明柔 黎明柔 不對吧 怎麼會是黎明柔 的爺爺 黎明柔的爺爺 黎玉璽 黎明柔是知名的廣播主持人對不對 對 也是我們中式的主播哈遠儀的表姐 對 好 那他的爺爺黎玉璽 我跟你講 他會平步青雲 其實跟他的名字有絕對的關係 什麼會說有關呢 立剛 我現在點名 戴立剛 在 某克在 對不對 結果有一次 在點名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名不經傳的 黎玉璽對不對 那跟點名又有什麼關聯性 蔣介石點到他的時候 他竟然怎麼回答你知道嗎 怎麼回答 玉璽在 哇 玉璽在 玉璽耶 好特別喔 玉璽 那不就他名字嗎 對啊 玉璽是正國寶物啊 對不對 對耶 帝王的硬性 玉璽在 就代表說 只要玉璽在 家國就會在 所以 點到他這個名字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這個人讓他印象深刻 好 從此以後 就特別注意他 所以他這個有 他 黎玉璽本身有什麼 小舟郎之稱 你知道嗎 他本身是他赴美的 最早赴美的一批 海軍軍官 老實講 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優秀 他得到了蔣介石的重視之後呢 升任海軍司令 不過在升任海軍司令之前 1949年 大陸快變色了對不對 對 當時他就是太康艦的艦長 而且是蔣介石的作艦 好那個時候 應該停在寧波港口 局勢已經非常紛亂了 蔣介石上傳的時候 你知道 李玉璽馬上把官廳 又是將軍房有沒有 讓給蔣介石睡 自己你知道嗎 跑去 跑去幹嘛 跑去下屬的房間睡嗎 不是 不睡覺了 每天都陪在蔣公的旁邊 他自己都不睡覺 他只有假妹而已 你知道 真的有一天 蔣介石在睡夢之中 突然做噩夢 然後就大喊 玉璽呢 玉璽呢 然後面目開始猙獰 因為好像 又遇到意外 好像被人家奪權 結果要被刺殺那種感覺 李玉璽馬上就報告 玉璽在 其實蔣介石那時候 躺在床上 然後身體一直在蠕動 好像遇到什麼意外這樣子 因為做噩夢 你知道嗎 結果趕快抓住的 領袖的時候 玉璽在 玉璽在 不要怕 然後蔣介石 反正是這樣 臉上很猙獰 然後突然這樣 啊 你在 就是又祥和地睡去了 你知道嗎 所以說 原來名字這麼的重要 李玉璽這麼的重要 後來黎明柔 在接受中國時報 訪問的時候 也證實 的確 當時他的爺爺 在太康劍上 為了防範 劍上有可能有匪諜 我們當時叫匪諜 現在不這樣講了 對不對 所以說 因為當時有許多人 要害殺蔣介石 我跟你講 潛入艦上 或者是買通水兵 都有可能 所以李玉璽當時 李明柔自己認為說 他的爺爺 真的幫國家 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 守著蔣介石 讓他不要受到暗算 好 那你說 除此之外 蔣介石還有什麼迷信沒有呢 陸軍上相王多年 你看這個名字王多年 多年 取得很好對不對 很好 當時他也沒有 官沒有做那麼大的時候 蔣中正 就是說他在上校要升少將的時候 這個時候晉升名單裡面 王多年 對不對 王多年 請問一下 你家裡給你取這個名字 有沒有什麼典故啊 他說很簡單 報告領袖 王多年 王者長命百歲活多年啊 意思就是總統萬歲 這個 蔣介石一聽 這心花怒放 所以後來 竟然升到了陸軍上將 你說蔣介石對於名字 對於這方面 他迷信是不迷信啊 名字 用人的名字是臭巧嗎 還是說他真的會迷信這些呢 但是我們注意喔 這蔣介石在當時出來的時候呢 跟孫中山在那火車上面的那張照片 你會不會覺得說 哇 這照片上面就真的看到孫中山 將要把未來的大衛傳給蔣介石了 可是呢 後來大家就發現到一件事情了 圖好像被修過了 可是現在要修圖是非常的容易啊 手機拿來修圖軟體 修一修就可以了 可是呢 在以前用那底片時代 修圖可不容易呢 但你會問說 為什麼蔣介石的這些照片 要修圖呢 來這張照片我們先看一下 這張照片我相信所有的人 通通不陌生 為什麼我們在所有的歷史課本裡面 都看過 一定有這一張 都看過這張照片 前面就是國父孫中山 後面就是蔣公蔣介石 這張照片怎麼看起來 兩代的革命將領傳承的意味 特別濃厚 而且情感那麼的好 對 欣欣相惜 身為學生 身為讀歷史課本的學生 沒有懷疑 孫文就是要接班給蔣介石 當然你看這張照片 就是只有他們兩個人 對 但我告訴你 自己講了 在當時沒有小畫家 沒有Photoshop的時候 這張照片是假的 等一下 怎麼可能 在當年用底片照相的時候 怎麼可能做出這樣的照片 你怎麼可以亂說 說這樣我們課本裡面是假的 是假的 不可能的 我都被騙十幾年 真的是長這樣 看到了沒有 的確 對 蔣介石在這邊 但是旁邊多了兩個人 跑出來 怎麼會不會有王柏林跟何英卿 對 兩個人 不可能吧 兩個黃埔軍校的將官 都在旁邊 但是為什麼我們看到歷史課本 只有他呢 怎麼可能 對不對 好 原來 都對 但是人怎麼都不見 對嘛 那所以只有留下來的這個人 他動了手腳 那為什麼蔣介石要動手腳 為什麼 其實跟他在黨內地位 非常有關係 你意思說跟黨內地位有關 當然 1907年他還在日本當留學生 加入同盟會的時候 才20歲 17年回到中國來 在廣東加入革命黨的時候 他才30歲 30歲在當時 在這革命黨裡面 矛頭小夥子 前面多的是前輩 多的是學長 怎麼怎麼排隊 都排不到他 身為後浪 怎麼推倒長浪 於是他就想了這一招出來 不可能吧 是不是 為什麼不可能 到現在我還覺得 這張是真的 所以我跟你講 李敖大師他就證明過了 他說這樣照片 很早以前就已經變照過了 所以還不在台灣變照 我們在台灣看這個歷史課本之後 都以為是真的 他說沒有 在大陸的時候 就已經變照過了 原來在那麼早年代 就可以變照照片 那這樣你就懷疑了 現在已經在大陸變照之後 這張照片流來台灣 那這張照片從哪裡來 這個真實照片 是誰拿出來的 當然了 一定是有人不甘心 所以才感覺自己 把自己照片拿出來 是誰 我們的何映卿將軍 何映卿將軍 他不甘心 他不甘心嘛 所以就在這個 這個 蔣介石辭世之後 他就把這張照片拿出來 給大家看 原來真正的是這樣 其實我有在照片上 自他把我弄不見了 他就不甘心 拿出來 因此真相 開始曝光 好 這張照片是假的 對不對 我告訴你 還有假的照片 還有假的照片 來 這張照片 國父 蔣介石 兩個人紛紛在火車上 上面還寫著廣東 這1923年 對啊 這張也是經典 那時候要北發前的時候的照片 兩個人坐在火車上面 正在密談的 如何要北發 如何要一統中國 兩個人是面對面而坐 坐在同一個車廂裡面 是不是 兩個人平起平坐 感覺起來 蔣介石地位事實上是大增 受到這個 這個國父的提拔 整個畫面看起來 非常的和諧 但有人懷疑說 這張照片傳出來 也是假的 按照現在的這個照片 不可能 這張怎麼會是假的 按照現在的照片 你怎麼坐在紀念堂看 這張照片還在 所以說按照技術分析 他說你看 這個照片 這一部分是真的 不管是從光影也好 這個國父的衍生也好 手放的位置也好 所以你的意思說 這一段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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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段真的 但是呢 移過來看以後 同一張照片這樣的拍攝角度 這邊看起來明顯暗了一點 這邊看起來過度曝光 有點太亮了一些 但會不會是因為那個 當時的底片洗的技術不好的關係 這個就很難講了嘛 對不對 還有 當時他看這個報紙 這個報紙的角度 跟下面的陰影 看起來不太對稱 你意思說這個報紙的部分有問題 整個這個蔣介石的臉 跟整個身體看起來 稍微突出了一點 比外面 所以認為說 這張照片很有可能是 後來利用底片再加上去的 但這只是傳說 因為它不像剛才 何銀卿照片一樣 底片還在 當事人還在 所以就把這個 真實的照片拿出來 這張照片到現在 都還是一個名字 是傳出 很有可能是造假的照片 好 整個講完之後我們感覺 這個蔣介石心機頗重是不是 好像到處在跟人家修圖 這麼講 讓我還是覺得這個照片 對啊 不太可能吧 好像他靠這些小技巧 所以才得到 國父的傳承 這照片怎麼可能 就得到江山 這樣講對 他不公平 事實上不公平 原則上是當然 這個孫中山 他也非常需要 蔣介石的幫助 尤其在這個陳其美 跟這個鄧坑 兩個人相相 遭到遇刺 辭世之後 他兩個武器的這個武將 左右被綁 通通不見了 他當然是需要蔣介石的幫忙 所以當時蔣介石乾脆怎麼樣 大蛇隨棍上馬 既然 國父需要我 那我就利用這些 可能自己的小動作 來增加自己在黨內的聲望 然後獲得提拔 所以你意思說是國父認同 這樣子做的 國父一開始也是需要 蔣介石的幫忙 在武力上面 好 剛看兩張假照片 對不對 我們再看一張 看起來是假的 但這張照片如果在幾十年前看 你告訴你 我們兩個人頭都不在 真的嗎 這個是馬總統 他在看這張照片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張一定是假的 我從來沒看過有 假總統會這樣子的表情 是不是 所以這張一定是假的 多可愛 假的 假的 這張是真的 假的 怎麼可能是真的 連馬總統看到都在笑 假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在1960年代 當時要開一個中外記者會 蔣介石他在背稿 但是他一直吃螺絲 一直吃螺絲 就跟現在很多 這個主播很容易吃螺絲 人在吃螺絲之後 下一次就 他就這樣 旁邊的攝影官 不斷地在記錄他的照片 一直拍 一直拍 回家洗照片 怎麼看到 這個蔣介石 是土舌頭的畫面 但是以前攝影官胡崇賢 他絕對不會把這種照片 公布出來的 藏起來 藏起來 誰一看到誰沒命 當然不可能公布 一藏藏了這麼多年之後 終於在這一次的展覽當中 拿出來 連很久馬總統覺得說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告訴你 這張照片是我們剛剛看到 三張照片裡面 唯一認為是真的 但是呢 他土舌頭的照片 在當時看 看似假的 看似假 因為可能當時這個戒嚴的時候 不可能 我告訴你 也就是說等到這蔣介石都過世多年之後 這照片 才從攝影官的口袋裡 拿出來讓大家看到 所有的照片 真真假假 按照現在的這個政治的這個公關操作 我告訴你 這張照片看起來 才真的是討喜 你說對不對 嗯 照片上面真真假假 最重要的就是 元首的威信 跟元首的那種形象 絕對不能夠被別人所改變了 但是呢 到了國共內戰後期之後 到了國民黨撤退到了台灣 在這個時候呢 兩岸之間還在角力 可是呢 真真假假 在這兩岸的政局當中 當然就變成模糊不清了 而在這個時候 美國人他就要探了 他覺得說 我現在在幫助台灣 台灣究竟真的能夠安定嗎 還是說台灣是 蔣介石創造出來的假象呢 那美國當然要找人 從中來探索 跟美國人回報 台灣究竟能不能穩定下去 而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立剛 我們都知道 陳成當過副總統 然後 除了蔣經國之外 他大概是 國民黨來台灣之後 蔣介石最信任的人 對 那為什麼蔣介石會這麼信任他 其實這個淵源非常久 那其實 陳成他並不是黃埔軍校出身 他是保定軍校出身的 所以他在進入黃埔 他不是黃埔嫡系出來的 他不是黃埔嫡系的 所以他是 他經過蔗軍 經過粵軍 他到黃埔的時候 他已經是教官身份 所以他不算是 蔣介石親自帶出來的人 那蔣介石為什麼 這麼信任他 其實很好玩 是那時候 記不記得有個叫 陳久明判變的事件 陳久明判變 當時陳久明 因為他主張聯審自治 所以他去攻擊孫中山 孫中山那時候就要跑了 跑的時候 當時 保護孫中山的一些衛隊 然後包括蔣介石 他們也趕快起來要保護他 所以才有勇封建 登上勇封建 然後那時候 陳久明的部隊攻得很急 然後結果呢 蔣介石的部隊結結敗退 然後這個時候 蔣介石看戰況非常不對 就把那個陳成 陳成當作是個炮兵連長 就把他叫過來大罵 他罵什麼 當然裡頭有一些 不雅的資訊我們就刪掉 就是叉叉叉 你的炮都雅了嗎 你趕快給我轟 然後結果 陳成那時候其實已經 作戰很激烈 他已經負傷了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衝到炮台過去 你們就瞄準對方給我轟擊 結果剛好運氣很好 連續三炮 直接打到陳久明的 前提指揮所 這麼準啊 對 就剛好運氣很好 就這麼準 就剛好轟到 轟到把敵方的前提指揮所 一打一打掉之後 當然對方的正視 整個就亂掉了 通訊也不靈光了 所以在那一場 就扭轉了戰局 扭轉了戰局之後 蔣介石 就對這個人 就覺得蠻欣賞 就算他不是幹將 至少也是個服將 對不對 陳成也因為這樣 有一個陳三炮的美名 以後大家就叫他炮爺陳三炮 就是今天他這三炮的攻擊 那他這三炮攻擊之後 後來蔣介石開始 慢慢比較新任他 到了1931年 他甚至把自己的乾女兒 也就是宋美玲在美國的同學 嫁給他叫譚翔 嫁給他 兩個等於親上嫁親 他現在等於他的乾爹一樣 對不對 他的乾女兒嫁給他 不就等於他的乾爹嗎 他們就等於是翁旭之間的這種關係 所以到後來 繳共也是他叫陳成負責 然後甚至西安事變之後 張學良楊武成的軍隊 也是叫陳成去接收 那當然後來要撤退到台灣來之前 也叫陳成先來安排 所以蔣介石對陳成的信任 當然不在話下 可是問題是 蔣介石那時候 後來撤退的時候 他搭飛機中美號 要從四川一直飛到台灣的時候 他居然沒有直接飛台北 他是先在澎湖馬宮下季 他不敢進台灣了 為什麼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他在進台灣之前 他就聽到消息了 什麼消息 當時台灣兩大將 一個陳成 一個孫立人 兩個人都有軍事實力 也都有軍政實力 然後呢 蔣介石聽到 美方已經開始跟他們接觸了 那可能 這兩個人可能搞不好要叛變了 什麼 兩個人可能叛變 所以蔣介石根本不敢來了 他怕說一來就被他們火逮起來 就完蛋了 因為當時在西安市面那個陰影 永遠籠罩在蔣介石的心中 結果這個時候孫立人 其實早就美方已經跟孫立人接觸過 學孫立人 因為他是維基地亞軍校畢業的 所以說美方跟他關係很好 所以就一直慫恿他說 你剛才自立為王算了 孫立人也沒有答應也沒有否認 然後就飛到 他直接飛到澎湖馬宮去 到蔣介石面前說 總裁我一切以你馬首是載 我一切就是聽你的命令就對了 就向他效忠了 向他效忠呢 可是問題是這個時候 美方不只只有跟孫立人接觸 他還跟陳誠也接觸 原來美方是雙管齊下 是 他那時候跟那個 陳誠提出五大要求 第一個 台灣 就是你要出來主持局面 第二個 所以也就是說要拱陳誠起來當總統 第二個 你要跟國民黨政府切割 切割 對 你要在台灣自立一個政府 基本上就在搞台獨了 所以也就是說當時 美國是希望陳誠來主導一個國家出來 是 那第三個呢 他是說 你將來就是 你要孫立人來參加這個職位 就是參加這個政府 那第四個呢 蔣介石如果願意來 可以 但是他只能以政治難民的身份來 蔣介石 那你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兩個等於是要切割 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況了嗎 對 那第五個 如果你答應前面這四個條件的話 那第五個 我每年提供2500萬 經濟援助 軍事援助 然後我還幫你守衛台灣 等一下 美國人這樣子不懷好意吧 是 故意再搞分裂了吧 他其實很單純就是要告訴陳誠說 只要你願意丟掉蔣介石 你願意判免蔣介石 我讓你變成台灣王 你以後就變成我的一個反俗一樣 你就負責幫我擋著共產黨 那你意思就是說 陳誠他到時候自立為王了 蔣介石就被排去以外了 如果說他當初答應的話 可能就這樣 可能歷史就完全改寫了 可是問題是陳誠沒有這樣做 當時陳誠只同意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我們台灣會成立一個自治政府 我們當然不可能跟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再連在一起 我們說一定會獨立自主 但是呢 其他的東西我都不能答應你 那蔣介石後來 就找了很多人去探聽 探聽的結果就是 孫立仁跟陳誠兩方面美國都接觸了 過了 莫承德就是美國的大使參事 都跟他們接觸過 可是呢 陳誠只答應說要組自治政府 孫立仁那邊好像不置可否 消息有點不太正確 其實 其實那個就只是一個親疏關係 因為畢竟陳誠跟蔣介石 是更親的 所以到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 孫立仁到最後 一開始還好像重用他對不對 結果後來孫立仁不是就被軟禁起來 隨便找個理由就把他軟禁起來 對啊 一路就軟禁到 瞭講死了都還沒有放他出來 對不對 那陳誠就不一樣 陳誠就一路高升升到副總統 然後在台灣後來幾十年掌握軍政大權 所以這個就是當時的一段秘心 如果說當時孫立仁有跟蔣介石 這間更好的管道 能夠讓他了解 他對蔣介石其實也是很忠心的話 那時局可能真的完全就不一樣 可是你想想看 在當時的時局之下 如果是孫立仁或者是陳誠 兩個人只要其中一個人 答應美國的話 後來的台灣的歷史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時候蔣中正就完全變成一個流亡者 政治難民 可能就跑到哪一個國家 甚至搞不好都被美國人丟回去 給中國大陸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歷史就是一步之差 這個毫離之差 也許就是當初他在東山 就創造了這樣一個三炮奇蹟 所以才讓陳誠這一輩子 能夠跟蔣中正永遠連結在一起 陳誠和蔣中正能夠連結在一起 當然是親上加親的關係 但是很重要一點 國家在這領導權上面來說 忠誠度是最重要的 但我們注意喔 這張照片上面 蔣經國旁邊的那個美女是誰呢 這個人啊 可是蔣經國的愛女蔣孝章呢 但是呢 大家可曾知道 在當年的時候呢 蔣經國在長安東路一段18號 曾經拿出了左人牆對著愛女耶 為什麼呢 我們休息一下 來揭秘 謝謝 謝謝